國民黨立院總召傅崑奇傳出下週要率領二十名的立委前往中國訪問 但是目前人士立院會中期而且不排除會有表決大戰 所以不少藍委就證實認為不太妥當 詳情交給魏文軒 好 主播觀眾馬上帶來關心到在立法院最新 根據平面媒體報導傳出國民黨黨團總召傅崑奇將率領藍委門前往中國 而且呢這個人數可能高達二十人數目不小 那不少人也擔心現在是在立法院會期期間 甚至有時候還可能要表決可能都會影響到 來聽一下傅崑奇以及民進黨團怎麼說 立法院 國民黨立委會前往這個大陸來訪問 這是一個非常關鍵重要的時刻 不只民進黨政府把兩岸推向兵凶戰危 在全世界的媒體都報導 兩岸的關係非常非常的緊張 我們看到現在在阿拉伯世界的國家已經不斷地發生了衝突 在俄國跟烏克蘭的戰爭到現在都還沒有結束 全世界都報導台灣海峽是最可能第三個火藥庫即將引爆 我想在今天兩岸斷線的情況之下 我們人民只有自救 現在是立法院的會期期間 那我們當然希望議事能夠如常來運作 那有傳出傅崑奇總召會帶挺多位的國民黨立委一起到中國去訪問 我們當然尊重他們的行程 但是我們希望不要影響到立法院正常運作的議程 這是最重要的事情 議程就是應當往前推進 作為國會議員在會期當中最重要的工作 就是做好監督的本分在國會認真的問政 就看每個人的作風吧 我基本上 我們也不少委員都會 就是說在會期當中盡量不要出國 這是很多委員 是我的要求 包括在內 盡量不要出國 除非公務 比如說 這個國外交委員會 這個出國考察 出國做國會的外交 那這是公務 就是另外一件事 可以聽到傅崑奇總召他是證實了 確實有這件事情 因為是兩岸兵凶戰委 也希望兩岸不要這麼的緊張 因此才決定前往交流 那民進黨團雖然表示尊重 不過認為在會議期間 不該影響立法院的議事 但是傳出也有國民黨的立委認為 這樣其實不太妥 因此希望除了外交國防 出去考察之外 其他都以公務立法院為主 不該這樣獨自出國 那麼以上是代立法院最新 將時間盡頭 交換給彭對主播